无息贷款的人性化在于 如果是因为家里办丧事 或者祭祀之类的缺钱 那借贷是没有利息的 但如果你借钱的目的是为了经营 也就是农工商行业 那就需要归还一定的利息 被称为以国服务之期 所以说西周花呗看用途 普通百姓压力小 但到了唐宋时期 人们的需求多了 借贷的服务也有了变化 分为物档 人档和信用借贷 物档很简单 像典当铺 你可以用地气和生活用品拿去换钱 只要你在规定的时间内 加一点利息赎回来就行